各位好我是陈一家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 013年4月25日星期四来自于美股盘中交易的最新资讯 三大股指从开盘就出现上涨主要是跟随啊 叫好的本周首次事业人数 现在呢倒指是上到0.5% 标准破坏500指数上到0.7% 纳指的涨幅是0.9% 在今天啊较好的包括像原材料啊以及科技等板块 另一方面呢在工业以及耐用品方面呢 依然呈现一定沉住的批转状况 刚才说到的本周首次事业人数下降了1.6万人到33.9万人 那对于整个的市场的投资情绪啊都有明显的改善 在今天呢黄金的价格又大幅度的飙升 现在是每盎司1454美元 另外呢原油的价格在今天呢也是出现了上涨 现在是每桶92.40美元 那涨的是呢美国轻质油的价格 再来关注一下具体公司方面的消息 今天依然是一系列的财报消息 首先是关注3M公司呢 他们由于呢整个的盈利不及预期 目前的股价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在科技公司方面可以看到呢 这个NG's List呢 由于呢整个的业务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目前的股价是大涨超过30% 另外呢也是在科技公司方面呢 专门是传递信息内容的这个阿卡玛呢 股价也是上涨超过了20% 另一方面呢可以看到呢 今天走势不好的包括像Safeway呢 他们也是由于呢 这个在自于财报方面的信息并不正面 目前的股价是出现了明显的下落 另外在房产方面呢 一系列的房价商在今天的股价 都是出现上涨的 那其中包括呢Porty Group 他们也是呢 今天公布了采访目前的股价走势 是相当的正面 再来关注一下科技公司 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 那微软公司呢 将在下个月推出他们新一代的Xbox呢 提振了整个呢市场的期待 目前的股价出现上扬 而谷歌公司呢 则在进一步的和在欧洲方面呢 就他们这个整个的搜索引擎的一些呢 这个合法方面的一些因素呢 在进行交涉 目前股价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下落 最关注一下呢 就是呢 Intuit呢 这家公司呢 受到降级消息的影响 目前的股价在进一步的大幅度的锁水 以上就是周四美国股市盘中交易的最新资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陈一佳 我们稍后再会